哈喽姐妹们 大部分网的胶带球 是不是那种捏起来比较硬的手感 因为捏起来如果是软的话 就是坏球了 但我今天准备起来做点不一样的 我准备用那种软软的胶带球 来做一个超大的胶带球 看下会不会更好玩 一个个圆嘟嘟的 可以任意的揉捏 捏起来好舒服呀 那我就选一个黄色 一个紫色来弹吧 现在弹紫色的 看来直接沾湿不行 还是要上我的万能气头球 拿在手里都不敢腻 这次一定要团圆 不能再让上次团成一个椭圆形了 团进来手感好舒服 软软的 不过这个团起来好慢 一点都不敢用力 好怕团着团着就不圆了 现在第一层已经裹好了 还是很圆的 目前也还是软的 后期团的时候还是要很小心 多过几层就会好一些 这个黄色的也是一样的长法 嗯 它居然不粘 那我直接拿起来 用手捏住 这个叫不粘球粘手 终于裹上了 我发现这个球皮紫色的更软 哎 散的时候整个人都处于紧张状态 肚团好几层了 沾到时候也只敢轻轻的碰一下 很怕一用力就扁了 下面就是解压的拉丝过程 现在这两个球都团好了 还是很圆的嘛 它们两个都是22厘米 捏起来还是软软的 但是更紧实了 还变得有弹力了 下面就要切了它们给大家解压 牙齐要出来了 我还以为它会一下子喷出来了 现在像个喷泉一样 好有意思啊 看着没多大 可以挤出来这么多 翻出来看看 这好像是化了的黏土 它们两个都分离了 蛮好看的 再来看看下一个 这个好慢呀 我来帮帮它 好像一个葫芦 直接包出来吧 外部这么难挤 这个黏土有点硬 好像有东西 哦 钻石戒指 好看 下面一个包包 这两个丢位就切开 真的太解压了 而且里面还有一个钻石戒指 好漂亮 好了 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拜拜